继续我们带您关注在十八大后 中共宣布了第一波的人事变动 原本的入场认文仍选李源潮 不再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但很有可能会出任要职成为副主席 而周永康则不再担任政法委书记 改由公安部长孟建柱兼任 这也再次证实了政法委被削钱的事实 而一向支持薄熙来的周永康 日后是否会被追究各界都在观察 10月19号中共官方新华社报道 原陕西省委书记赵岳继出任中组部长 而公安局长孟建柱则取代周永康 兼任政法委书记 掌管政法委的一把手 不再由中共权力核心政治局常委成员担任 也确认了政法委遭到降格 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表示 在过去的十年中 中共政法委掌握了非常多的资源 权力也特别大 是破坏中国大陆法治建设的一个最主要机构 那胡温的话一直要处理过去来的 那同时呢 这关于周永康的仇本也非常非常多 在网上 他在下期以后呢 是不是中共会处理它 这个我觉得是要关注的一件事 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张赞宁先生认为 即使政法委的权力被削弱 但是由公安部长兼任政法委书记 就使得检察院和法院 很难监督公安部的工作 中共十八大纲结束不久 北京改革派学者就罕见的召开了一个大型讨论会 包括中共元老李锐和法学泰斗江平都出席发言 李锐认为将政法委赶出政治局常委还不够 应该废除政法委 新唐人记者一如蓝竹采访报道